好 昨天从英国返台的114位的旅客 现在已经全部开始进行集中检疫了 而我们现在在的这一间检疫所呢 是入住人数最多的 一共是有57个人入住 那其实呢 稍早的时候 我们也有拍到家属特别来这边送一些物资 那这个爸爸是说 因为他的儿子现在正在里面检疫隔离 那其实昨天的时候就有跟他特别点菜 说他很想要吃一些台湾味的小吃 另外也有说他想要喝一些珍珠奶茶 可是因为现在一大早 其实没有办法带过来 所以这个爸爸刚刚我们也有拍到 他是带了一些这个热水壶毛巾 还有一些简单的饼干先带过来 那其实像家属来的话 他们必须要在门口 就有警卫跟保存会出来接应 那必须要做一些简单的量体温 还有资料的填写检查一下 做一些简单的消毒 才可以帮他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那其实呢 这个在里面检疫隔离的民众 也有拍一些影片给我们看到 他们今天的早餐呢 吃的是萝卜糕 然后还有咖啡 那像是这一位提供影片的这个刘小姐 他就有特别提到说 这一次入住的这个环境呢 他觉得非常的舒适 而且呢这整趟回来的过程当中呢 接受到的照顾也让他觉得非常的感谢 包括了华航还有指挥中心的所有的安排 都让他觉得非常的舒适 那其实呢在昨天整个这个回台检疫的过程当中 也有出现了这一名男性呢 他是有发烧到39度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当下在桃园机场的时候 就立刻将他这个后送就医了 那接着呢 还有传出有四位民众 他们是在过去14天内 有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的 当下也是在机场马上就做裁检 接着呢就是搭乘这个游览专车 一起送到集中检疫所来 不过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一栋呢 是住了57位 是入住人数最多的 其实刚刚呢 也有跟这个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 王毕胜有确认过了 确实在这一栋这个检疫所里面呢 刚刚还有一位民众 有一位旅客呢 是有回报说 他有一个喉咙痛的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喉咙痛呢 目前还是不需要 这个后送就医的 而且再加上呢 其实检疫所里面都会有 这个医护人员在进行这个诊断 所以他们待会呢 在9点钟的时候 就会先进行一次的会诊 那包括了这一位喉咙痛的民众呢 也会先帮他稍微的检查过 那继续呢 会让他待在集中检疫所 来等待接下来的裁检结果 而这113位 扣除掉发烧的那一位 剩下的113人呢 他们的裁检结果 在昨天晚上 大概处理到11、2点 也都已经完成了 那像是这个王毕胜 也有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感谢所有的后勤组 还有这个医护人员 因为昨天真的忙到非常的晚 那这些裁检结果呢 其实昨天送实验室之后 其实大概也要四五个小时 才会出来 那今天早上呢 大家也还会再开会 预计这个裁检结果呢 会在下午指挥中心的 记者会上来公布 那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 最新情形 先到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 对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